我现在呢在夏河县 因为说这边不好停车 我刚出来吃饭的时候 我就把车停在这个一个店外边 然后靠得太近了 旁边不小心磕到一块皮了 不知道会不会漏气 所以我打算去找个气球店看一下 就是刚刚我停在这的时候 靠太近了 右边它这个台阶其实是很锋利的 然后刚刚就不小心把这个轮胎这 磕了一个皮 我担心万一开出去刮到了什么 会不会漏气啊 所以要找个气球店去看一下吧 刚才呢 我自己有去一家气球店 那个换轮胎的 他说要380块钱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们亲女的老板 那个老板呢 他就说让我回去 他让他姐夫陪我一块过来嘛 因为他们是本地人 怕我自己去了画外地的被坑嘛 所以现在姐夫呢 进去帮我问去了 让我在这等他 姐夫过来了 怎么样 他怎么说 400块钱 更贵啊 比刚刚我去那家还贵 400块钱 这叫420 420啊 我刚刚去那家才说350呢 太贵了 听到他说合作是朋友 加个皮 合作知道 合作我知道 去合作朋友 去合作便宜啊 但是我又不可能开到合作再去换吧 这你合作好像不远 不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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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姐夫又去这家店问了 师傅过来看了 看看情况怎么样 在最下边 我看看这儿 我看看这儿 这个不换会不会爆胎哦 要不你退下 等一下 要是他那啥呢 也没没那啥 他这个开久了会泡呆吗 不会 不会爆胎呀 不是他有没有伤到里面 放到前面就比较危险 放到前面比较危险 那你看就这边这儿是不是有点深哦 对对有点深 你可以看 就这个位置 嗯 但是他不气包的话 我问你 是就怕万一我还要开回四川路上 万一路况不好啊 就放到后面去 放到后边没事 但是我回去估计还是得换吧 对 还是得换 对啊 这些没事 没有他这个是塑料盖是吧 这个是塑料盖是吧 嗯 因为这个油吃不到我们做260 吃那油做的就没了 280是吧 280啊 加通啊 嗯 要换的话你刚刚说换的是什么 牌子 万利的 哪个好一点 我们运的万利好 刚刚师傅说呢 今天没有限胎啊 然后要等到明天中午 才过来换280块钱 下河线呢 这边这些修车呀 什么都会比较贵 但是坏了也没有办法 安全第一 把新的装到后来 把后来的一个换到前面 这个好了 原厂的换到前面 把这个新的换到后边 换轮胎还是个技术活的 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千斤顶啊 对 那车里配的是不是跟这个也差不多 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感觉自己开车在路上必须要学会换轮胎 要不然万一坏在半路了 找不到人帮忙换 然后就没有办法 考驾照的时候教练应该教一下如何修车呀 换轮胎 就侧面坏了 在这边 确实挺薄的 这个摸起来 主要是这边有点深 侧面就是比较薄 侧面容易爆胎 这个是要把气放掉吗 那个轮胎的话修了还能用吗 那个坏的 修不了了 随便当个备胎的话 当备胎可以啊 当备胎可以啊 哦 要把这个圈取下来 安在这个新的轮胎是不是 对对对 来 谢谢 让我准备 让我准备 啊 等他吃了 今天十号吃的地方 你也坐下 坏了吗 看得到里边吗 看不到 烂是没烂的 烂就了 不然都吃了 没烂是吧 那如果是换备胎的话 需要把那个钢圈取下来吗 备胎上有是吧 但是备胎的尺寸就比较小 就那个小号的 那换了备胎的话 它车软不是不一样大小 拉开起来会不会不平衡 就长度都不行 几十分钟 短途可以 可以坚持到修车的地方 车速80以下 这里的轮胎是不是要从南州运过来 搞气修行业的应该都是男的 没有女的搞气修 有很少 现在充气 就是它卡进去了 没了轮胎的车就是这样的 把新轮胎装在后那 换数量壳的话多少钱呀 这不够吧 现在是打气吗 一般轮胎多久打一次气呀 冬天这时候冷的话 就这样子 要不要做一下那个他们说的洞瓶横偶 要不然开起来会抖吧 不抖因为就放在前面了 不是啊 我朋友跟我说要调一下 要不然开在路上会抖 前面就没动了 但是后边的不影响吗 这就是新换的轮胎 让师傅再帮我检查一下其他几个轮胎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好嘞 现在轮胎已经换完了 去把钱付给师傅 我又可以出发了 下次停车一定要小心 行不行 行啊 成功了 好 谢谢 不得不得 麻烦了